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礼拜天 我现在待这个位置是Fort Tartans Park 以前是一个军事基地 旁边这个大桥就是Tribal Bridge 刚刚说错了 这个不是Tribal Bridge 另外一个桥 远处那个城市 可以在这个踢帕上走一下 桥上的车还挺多的 门口这介绍也挺有意思的 现在这位姑娘靠着这个球 就是当年美国和西班牙打仗的时候的鱼雷的壳 现在就是在这个入门口的地方的柱子上的装饰了 原来鱼雷就是长这样的 旁边就是海 海湾 还是一个Armor Reserve的一个地方 Armor Reserve就是招兵的地方 预备役 里面这些老房子都很漂亮 这里这些位置都特好 就在水边上 50年代的时候还是一个军事基地 这个Tribal就是一个小教堂 是1938年建的 在它之前其实有一个更早的 但是已经被火烧掉了 这个是以前军官住的地方 最早的时候是纯白色的 后来改成那种红白相间的了 给大家介绍一点历史吧 这里最早是1623年 荷兰人从当年的印第安人手里买下来的这片土地 经过棘手之后 在1829年 这整个这一大片地方 都是一个叫Charles Williams的人的房子了 然后1857年 美国的政府从他手里又买了110个acre 作为一个 应该军事基地还是城堡 应该叫碉堡吧 建的 是海边的碉堡 因为远处那就是长岛的海滩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 当年直到二战之前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纽约市的一个Fortress 二战以后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公共的一个空间了 包括他那个古董车比赛 每年都会在这举行 这里每栋房子都挺有历史的 比如像眼前这栋房子就是当年的commander 就是指挥官 他住的地方 从他的阳台 可以直接看到士兵操练的地方 这些大操场 从他们家就直接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年军官能看到操练的情景就是这样 拉近点看 这小猫就跟我们的小宠物似的了 跟着我们 过来吧 走 Let's go 还跟着吗 不跟了 还跟啊 好 走 接着溜 这是撒娇吧 这是在撒娇呢 你看给他舒服的 这小猫已经跟了我们好久了 走的路上也在这表演一下 真可爱 这个小亭子是当年保留下来的最早的建筑物之一 这小猫在吃草呢 你看 这就是长岛湾了 好多这个房子都是有故事的 就不能一一讲了 天气好在这里面走特别舒服 人很少 松树这个汁儿 最早买这片土地的 Thorne和Wiccens Family的那个Cemetery 就还是在这儿 所以跟旁边的那个大桥 叫Thornec Bridge 都是有关系的 最后是到1852年的时候 这片土地才卖给了Wilets 那个人之所以非常的重要 就是他在1657年的时候 曾经签了一个religious freedom的一个 一个act 就是可以宗教自由吧 对当时从欧洲跑来的那些异教徒很重要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